中午用餐时间还没到店里就坐满人潮 外头还有排队等待的客人 大家都是为了来品尝这碗招牌鲜鱼汤 一碗一条巴掌大的五锅鱼 除了汤就只有姜丝 鲜美的滋味不仅客人络绎不绝 就连当地里长都赞不绝口 这家就是我们幸福里的美食特色 鱼汤 鱼汤第一个鱼汤处理得非常干净 都非常新鲜 所以很多人来这些尝试 欢迎各位有空来我们幸福里尝尝我们的鱼汤 第一很鲜 鱼啊处理得很晚 没有什么鳞片啊 吃当然有要吃一下 鳞片处理得很干净 里面那个杂七杂八东西都弄得很干净 我们家的鱼汤是无锅鱼 都是淡水跟咸水养殖 综合的养殖的无锅鱼 然后它是一碗一条 有头有胃有刺 然后大概是手掌大 一人份的 然后每天都是当天新鲜来的 然后每天都是当天现烙 烙完之后我们在店里面杀得很干净 让客人吃 我们家的无锅鱼是没有土味的 从我奶奶开始做起就是做无锅鱼 这就是别于市场的一个特色 全台湾大概没有几家做无锅鱼 通常人家无锅鱼都拿去做红烧 只有我们家做清 就是直接清汤加九层塔 加姜丝煮 就这么简单的原味这样子 所以四十多年都是这个味道 所以我们老顾客很多 店家说无锅鱼汤没有土味的秘诀 除了养殖技术成熟 最重要的就是无锅鱼 每天都是现烙现砂 清理的十分干净 一碗鲜美的鱼汤 搭配炒面炒米粉 平价的一餐就能带来无限的满足 他们养殖技术现在有比较好了 这是千决条件是这样 已经比以前好很多 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每天都是自己在店里面 一条一条用手清干净 我妈妈自己杀鱼 一条一条杀 每天都是杀这么多鱼 然后主要是它杀得干净 所以你就没有土味这样 因为有些人不吃无锅鱼 就是你讲的怕土味 可是你可以来我家试试看 是没有土味的 然后鱼鳞也是特别的干净这样 可以配炒面或炒米粉 就是有点像客家面这样子 就是客家面的味道 因为我爸爸本身是客家人 然后我们家的炒面炒米粉 都是纯猪油炒的 然后我们猪油也是自己炸的 然后配这个面 然后再加上肉燥跟豆芽菜 就是最简单的味道 都没有过多的调味这样子 从早上七点营业到下午五点 从路边摊开到店面 鲜鱼汤店用四十年不变的好滋味 温暖每一位客人的新鱼味 记者李奇惠台北报道 今天我们下午四十年 会议演员一下 我 matte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